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4号 那个大概是在前天22号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在这个老人社区里面发生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老人社区里面的共同的一个隐忧 可以这样讲算是隐忧吧 也可以讲说是明显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是那天的下午大概在两三点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吧 我在公园里面因为公园里面有凉风吹着海风吹着 所以我在那边看书 就看到一个老人他组在一个登山障 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站在那个地方 他皮肤非常黑长得像甘地 拉吉夫甘地印度那个圣雄甘地那样子 他站在那边他手上拿一个塑胶袋 我没注意看他 因为像这样子的人有的时候是拿着尿袋这一类的 老人社区里面很多人都有病啊什么的 所以不稀奇 而且再来就是人很多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也不太重要 结果过了一下子 突然一下子 我一回头一看 那个老人就躺在地下了 哎呀那这一下子很严重 那旁边其他有很多人看到 那大部分都是老人跟智障的人 那可能不是智障的人 可能这个时间 年轻人这个时间在上班 那所以公园里面出现都是老人跟这个弱势 弱势者 游民那这一类的人 或者是智障的人 甚至于精神病人 那我一看奇怪 这些老人怎么搞一个个面色金黄 但没有一个人有动作 那我就讲说 我就跟那边的那个 以前不知道他有他的智障到那种严重程度 他慌的全身冒汗的冒很大的汗 我说你赶快去找那个里长打119 然后或者到那个办公室去打119 然后我看他们的慌的那个样子 热锅上蚂蚁一样这样乱转乱转的 真的是像戏曲一样 我真的看得难过死 我想本来我不想是来处理的 但是一看这样的情形 没有人能处理了 我就直接拿了手机 我就打119 结果我在拨打119 我们的里长来了 他骑着摩托车冲过来 看说怎么样 我说这人路倒 还有意思 那另外他又跑去找另外一个里的里长 说这个里不是这个里的里名 所以他又找另外一个里的里 里长来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在手机里面拨通了119 119我拨了两通 第一通一直在等线 在等线中 然后第二通拨通 拨通之后那个 我告诉他说这个是在哪一个公园 然后他说这个人有没有染疫 我说有没有染疫我不知道 至少他现在躺在地下 他戴着口罩 那我就拿那个手机在很近的地方跟他讲 阿伯 你刚有转 在静间 新闻间 身份证 你有没有在带证件 那个老先生躺在地下 他是有意思 而且感觉上他就是虚弱 虚弱 因为他原来撑不住了 直接倒在地下 躺在那边 平躺会比较舒服一点 大概是这样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不认识他 所以我不能接近他 我只能问他现在状况是不是有意思 他说有证件 讲台语嘛 我说OK 那他问他说你有没有染疫 我问他说你有没有染这个疫 如果染疫就隔离了嘛 都不会 然后我就讲 他说他有没有打疫苗 我问他说 阿伯 你刚有打疫苗 我还比一个这个姿势 有无 但是第一剂还是第二剂或两剂都打 我都不知道 反正看他那样子就是身体非常虚弱 所以躺在倒地 倒地在那边休息 感觉上是这样 但他平躺在那边 手上拿了一个袋子 我才看到他袋子里面有两罐可乐 然后沙士 然后另外还有几包 大概是香烟吧 因为我很久没抽香烟 所以我认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样子牌子的 外国牌子的 像女用的 女生抽的那种香烟 那个盒子很精致 是不是香烟我不知道 可能是什么急救药品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 反正老人常在携带急救药品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119就跟我讲说 救护车已经出动了 你们在那边公园去 你们在那边招呼一下 然后这时候 那个里长就找到另外一个里长 那个里长过来说 这个人是我们这里的 那我问他说到底他是怎么回事 那个里长说这是癌末 他已经是癌症末期的 那他现在到他家去找人 他家没有人 子女都去上班了 所以家里没有人 这老人一个人他到公园里面来 这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独居老人的可怕的地方 他之所以会到公园来 他不是要来吹凉风的 而是因为他可能会 可能会随时猝死 所以他在公园里面可以 还有人会看到 可是他公园里面他没想到 这个时间出现 白天在出现的这些人 大部分是老人 自己都也是无助 有的是文盲什么 他们连个电话都没有 手机都没有 真的是这样子 子女控制他们很严格 怕他们被骗干什么的 连个手机都不会用 然后那个因为文盲嘛 所以他们每天就在那边 每天花20块钱 买一个便当 或者是买个饭团 就这样吃了 我就这样老人就这样子 这样子过日子 我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老人社区 万人大社区里面 这样的人很多 公园里面白天出现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人 而且这些人是极端弱势 因为一碰到状况的时候 他完全没办法处理 完全没办法处理 就看到这个人倒在那边 就慌得像热锅上蚂蚁 这样钻来钻去 互相钻来钻去 因为都不会用手机 什么都不会用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就在那里 然后再来就是救护车来了之后 他们就就像看热闹一样 围在那边 那个年轻的急救员就跟他讲说 你们不是他亲属的话 不要围在这边 一点帮助都没有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这事实就是这样 这个情形就像乡下人 乡下人在围观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想要跑到前面去看 你看那个有什么用 对那个受伤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结果后来就 因为那个里长说 他的急救单位是 是那个海军佐音医院 那我就跟那个救护车讲说 他的那个急救医院是在 那个海军佐音医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据说他是癌末 然后他身份证在身上 然后那些人就问他 他都可以回答 那简单讲 那因为他躺在地下 那就很多人就牵强 不会死了吗 然后再来就是那老人躺在那边 其实他是缓慢地躺下去的 并不是昏倒 而是虚弱 虚弱没办法站住 他原来站在那边 用那个拐杖撑着那个 其实实际上应该坐着 或者躺在公园的椅子上面 像游民那样子 结果他都没这样做 所以他站在那边 撑不住之后 又倒在地下 然后我就想说 哎呀他那个头破了 流血 明明没有流血嘛 然后那个人马上就补充一句 他头后面红红的昂昂的 哎呀我听到这个老人讲这些话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厌恶 厌恶到极点 所有的东西 所有能够帮助这个 这个需要急救的人的 所有的正向的能量 一点都没有 全都是负向 完全都是负向 在那边耳语 在那边讲什么东西 那在急救的时候 在叫救护车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呢 大家像热锅上 蚂蚁在那边钻来钻去 就要等我来打电话 我电话打了之后 结果围在那边看 看热闹 然后还乱猜测 说他是不是死了 他是不是昏了 而且他明明没有 头上没有伤痕 他说他头后面流血 然后人家这个 这个救护的人员 当然会仔细检查身体 一看他的头后面没有 把他这个 把他这个 这个头稍微轻轻转动一下 一看头后面 他说头后面红红的 我听到之后 我真的是 真的是要发怒 因为你没有 你没办法救的话 你就找能救的人 来处理 但是社区里面 这种老人 白天这种老人 都是没救的人 我说句实在话 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难怪说 有常常会有老人死在家里面 都臭了 才被发现 然后被发现的时候 这些老人还在那边讲说 他的房子不是凶财 自然死亡 他想要买承接 还要再炒房 哎呀我真的觉得 这些人 脑袋里面都不知道装什么东西 离现代的科学 跟现代的苍迷的社会 文明的社会 好像离得非常非常之远 从一个老人 那个如果说用术语来讲 就叫路倒 路边倒下来 因为我跟老人也不认识嘛 所以从从开始到那个 我只有站他跟他保持一定距离 大约两米的距离 我用问的 我说用问的他答 表示他脑筋是清楚的 那我问他说 你到底是什么 他讲不出来 因为他没有力量 感觉上他就连嘴巴启动 要讲 要发出声音来的力量都没有 非常微弱的能量 简单讲 那那个他的里长说 他是癌症末期 那我想也是 可能是吧 因为看他那个样子 就是非常虚弱 只能讲虚弱 因为人到最后 器官衰竭的时候就是那样 就是全部的 全部的功能就停摆 但是从一个这样子 一个简单路倒的一个急救 我就看出来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让人觉得很难过的事实 就在这边 一个没有办法应变的社会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像我们的国防一样 大家都可以穿上这样的衣服 有模有样的 这个收酒嘛 军人嘛 保家卫国嘛 但是能不能打仗 能不能保家卫国 必须打仗 必须有非常时机出现 你才能考验 就像前天那个老人路倒一样 那如果 如果不是我直接打119 当然他可能也不会死吧 因为他只是虚弱躺在那边 那可能会有其他第二个人会打 但是我但是我为什么 我就在他旁边很近的距离 我发现的时候 原来我不想打的 但是后来我还是打了 结果是因为我打这个 119来了 而且在119在路上的时候 已经知道这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到了这边来之后 就送走了 据说那个送去之后 急救之后没事 其实他可能不需要急救 他只是虚弱 虚弱是不是要打什么 什么真剂 我不知道 或者是补充什么东西 因为他随身细带的那个塑胶袋里面 就装了两瓶沙士 那个沙士能补充什么能量 我不知道 另外还有那几包盒子里面 装的是香烟还是什么 也不知道 那老人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像那个拉吉夫干地那个样子 你可以想象非常干瘦 全身非常干瘦的样子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 那就算不是癌末 他也是一定是百病缠身吧 但是无论如何 他倒下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 私以元首的就是打119嘛 那还有什么呢 结果这旁边这些老人都没有手机 没有一个有手机 没有一个会用手机的 那也可以从这里面 从一个小事情 你就可以引发出很多的想法 第一个 他的子女为什么不给他设计 给他弄一个手机 有人说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 他不需要会用 因此如果说他要有什么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也是要靠其他人帮他做急救 等于他通知家人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是冰凉的尸体了 诸如此类的就是很奇怪 我说这个 那你平常跟人家 人家在社交的时候 你问他 阿伯阿你跪生 他很惊讶 你是不是来骗我钱的 他马上就用怀疑的眼光看你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样拉开的 而事实上 路岛的那个人 我也不认识 那我如果说上去 我不能上去扶他 这是一个基础 你不是专业人员 虽然我有救生员执照 后面已经有 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病 他的实际状况 你去扶他可能更糟糕 而且他是不是 有其他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一扶他可能他挂了 那可能责任就在你了 你只能保持距离去询问 询问之后 由专业的急救的人来救他 这就是我发现到老人社区的一个 一个路到急救 我曾经讲过 老人社区还有一种急救 急救装置是我发明的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开来看看 凡是种种 都是要因应这个老人社会 台湾现在是一个老人国 非常非常高龄化 直追日本 只是日本人的老龄化是长寿 日本那个100岁的人瑞很多 那台湾100岁的人瑞很多 人还要自杀 然后过了100岁 所以之后他那个人就 就像那个 就风中禅足一样 随时每天都在打瞌睡 我看来九成的时间都在打瞌睡 不管出来放风还是干什么 他都是在打瞌睡状态 也就是 简单讲是机能已经 这个time is over time will be over game will be over 就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但是在最后一里路 如果说遇到旁人能够帮助他的话 那他又可以延续一阵子 何乐而不为 但不是乐不乐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